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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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完事之后她都还是欲求不满的表情 第二天清晨利威亚在街头买面饼的时候 突然一个眼神她和马特来了一个彼此间的对视 心轰轰直跳 但是出于内心存有的道德观 她不敢和马特有任何的接触 她快步行走着想要摆脱掉马特 可是马特不依不饶一直跟着她 穿过一条条的街道和小巷 马特在家门口堵住了她 没有任何的言语废话 马特猛烈地亲吻了利威亚 过了一会儿她放开了利威亚 告诉她只要说出不想就会离开 可是利威亚服众的表情 什么话都没有说 得到回应的马特更加放肆了起来 直到大门再被外面的人敲响 两人这才极其不舍地放开了彼此 马特用自己的身体阻挡了 随时可能被推开的门 直到利威亚整理好衣服 才把门打开 还好只是家里外出回来的仆人 仆人虽然是猜到了什么 但是却不敢说话 而是非常时期地往屋子里跑去 突然发生的意外 使得两人也是不敢继续偷情了 但是零分别前还是心热了一番 利威亚深情对马特说出了 我爱你 过了一段时间后 两人才得以再次见面 是在其丈夫的电影拍摄现场 马特作为电影的出品人之一 提前参观过拍摄的情况 当看到马特的时候 利威亚内心燥热发狂 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和马特亲吻拥抱 马特看出了他的欲望 是一个女员工把他带到更衣室 而马特则是跟在后面 门被关上后 饥渴难耐的他们迫不及待地轻热了起来 可是耳人不知道的是 利威亚丈夫的秘书乌果在二楼处清清楚楚目睹了整个过程 在那以后两人关系迅速发展 经常一起优惠 在某一次约会的时候 马特在一家店铺里出售她的画册 画的内容是大尺度的性交场景和特写 极具视觉冲击力 可是这个时候利威亚发现 她已经不排斥画册中的内容 甚至目光还有些贪婪地看着 从店铺里出来后就在狭窄的小巷里面 二人又十分饥渴地轻热起来 马特也是如利威亚所愿 说了许多她喜欢听的甜言蜜语 还发誓说不会喜欢上别的女人 但就在缠绵着情道深处的时候 不远处传来枪响 是纳粹士兵在围捕青年人 强制参加战争 还开枪打死了无辜的富人 二人走了出去 看着地上静静躺着的尸体 都十分冷漠 没有流露出半点情绪 关系密切起来后 马特做什么都会带着利威亚 包括在海边出售马杯换取钱财 在下着大雨的海边 两个人走到哪就亲热到哪 上上下下左右右 简直就是已经被新玉给支配了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识邪 在某天和丈夫的卧室时候 丈夫看见了利威亚肩膀出了齿印 并且目光短暂停留 还亲吻了上去 但是很奇怪的是 丈夫并没有发作 利威亚把这种回应当成了是默许她出轨 因此更加平房和放肆地去和马特约会 约会地点也发展到了马特的出租屋内 在亲密的时候 马特收出了自己的压力 巨额的赌债 还有不用上前线的贿赂 以为陷入爱情的利威亚大方的会说 支付这一切 在一场和丈夫的饭局中 利威亚了解到 丈夫和生意伙伴谋划着 要陷害马特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断电了 是因为外面发生了空袭 丈夫等人走到窗边观察情况 趁着黑暗的机会 秘书屋火紧迫告诉利威亚 马特是一个十足的感情骗子 希望她可以主动结束这段关系 可是利威亚不以为然 认为自己可以一直独享马特 还已经在心里想好要赶紧把丈夫等人的陷害计划 转告给马特 第二天早上 利威亚独自来到了和马特日常约定好的优惠地点 可是却迟迟等不来马特 到了出租屋后发现 大门紧锁 在支付了金钱后 房东太太答应 在马特回来时告知她 随后她来到附近的茶馆休息 服务员刚把点好的茶端了上来 房东太太就匆忙出现在茶馆的门口 显然是马特已经回来了 顾不上送上来的茶还没有喝过 利威亚疯了一样赶回出租屋 马特面带忧虑依靠在墙边抽着香烟 当一番清热 她述说肩负巨额赌债的烦恼 利威亚十分大方地说 没关系 她会支付一切 马特并不在意所谓的陷害计划 一副可以轻易解决掉的样子 利威亚急迫想要打开门 然后进去房间里面快乐 可马特阻止了她开门的动作 把她带去参加一场性派对 马特的目的是参加赌博 看着满屋子赤裸身体 利威亚毫无兴趣 她关注的只有马特 无论马特说成什么样子 她都会阔绰支付掉赌资 甚至是以她的身体作为赌注的要求 因为不经意间吸食了马菲 一时不惊的利威亚也答应了 当早上回到家里的时候 丈夫知道利威亚参加性派对的事 虽然恼羞成怒 但是没有过分发作 只是强烈要求她断绝和马特的关系 随后拿出一箱子400多万的钱 交代说战争已经使得威尼斯不安全了 她将安排利威亚 带着这些钱到阿索罗 交代完后 丈夫匆忙离开家里去处理更重要的事情 想到即将离开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见不到马特 利威亚十分焦急 她写好一封手写信 让女部带给军营给马特 下午四点 马特按照信里所写的见面时间 准时来到利威亚的家里 刚一见面的时候 马特冷漠拒绝了和利威亚的亲热 而是签述说 需要一百万拿去贵落 才可以不上前线的烦恼 利威亚乖乖跑去拿钱了 等待的时候 马特笑了 嘴角露出得意 而又阴险的弧度 当看到钱的时候 马特在接受了利威亚亲热的请求 并答应以后会经常和她书信来往 来到阿索罗的乡下别墅 利威亚又变得空虚寂寞起来 在看到女仆人和当地恋人偷情的时候 更是饥渴难耐 这时丈夫的秘书乌果 开着车出现了 还带来了马特的书信 信的内容是一些普通的甜言蜜语 还有感谢她的钱 才得以不用上前线 利威亚受够了在别墅里的生活 知道乌果一直喜欢着自己 于是她主动提出了一个交易 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 然后乌果把她带回威尼斯 片刻的犹豫之后 乌果答应了 紧接着就是出现电影开头的那一段 赶回威尼斯的路程并不顺利 遭遇了两次围堵拦截 甚至连汽车都坏在半路上 但好在乌果有着联邦政府开具的出行证明 得到了过往军车的帮助 才得以顺利回到威尼斯 在和乌果分别后 利威亚迫不及待来到马特的出租屋里 内心窃喜 期待着可以又一次和马特亲热 可却看到了让她惊掉下巴的一幕 那张熟悉的床上 马特正在和别的女人亲热着 并通过听到的对话 她知道马特其实是一直嫌弃她的 甚至还把她称为老女人 失望的利威亚转身就想要逃跑 在慌忙之中 她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酒杯 在看到是她后 马特把她拉到床上女人的面前 然后羞辱了她一番 把这段关系称之为钱和肉体的交易 利威亚支付钱 而她也付出了身体 并不掺杂任何所谓的爱 烦恼的利威亚逃出了出租屋 随后来到驻军指挥部 马特可能永远都不会想到 她写的那封书信 会成为举报她的有利证据 驻军上校看到信得着 马特是因为贿赂 才得以不用上前线后 立即派人去抓捕马特 并表示会严惩 做完这件事情 利威亚来到酒吧找乌果 此时乌果已经是她 唯一可以依靠的男人 她主动勾引乌果并任由乌果的手 在她身上游走 回一会儿一队士兵整齐的步伐 来到酒吧 告知说马特现在就将被处以死刑 利威亚和乌果来到刑场 想目睹枪杰的过程 这个时候 马特已经没有了以往的英姿萨爽 反而成了一个怂蛋 被滚板双手的她想要逃跑 大喊不想死 但是枪声还是响了 倒地之后 和她在一起的女行人 跑过来趴在她身上哭泣 看到此情此景 利威亚心里出现莫名的无名之火 愤怒时下要求站在旁边的污果 立即爱抚她 在电影结束 战争在一个月后结束了 这是一部意大利著名导演 丁杜巴拉斯的作品 电影的定位是情色片 前片也用了大量镜头 表现女人的性感魅力 黑白和彩色镜头的切换 更是给了观众们 更深刻的观影体验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 以婚怪情为主线 讲述了一段没有爱的黑色关系 可能就如马特所说 两人只不过都是各取所需 马特需要钱 而利威亚需要男人 排解生活的寂寞难耐 在失去马特之后 虽然愤怒 但她还是很快选择了污果 作为下一个偷情的对象 对于电影 小伙伴们 你们有什么感触呢 欢迎留言评论哦 好了 我是大妹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by bwd6